一记正往肩膀上扑白粉 突然一个客人扑在她身上 伸出咸猪手飞理她 一记转身狂山客人巴掌 结果被妈妈桑狠狠处罚了一顿 妈妈桑抓住她的手 把滚烫的烟头按在手背上 九野本是个好人家的姑娘 因为家里欠下巨额债务 不得不把她卖到机缘 她在卖身器上按下手印 从此沦为人尽可福的妓女 进入机缘的第一天 妈妈桑身在九野 见了店里的头牌 花魁九重抬起她的下巴 撑在她身上有股好闻的味道 可妈妈桑凑近抽动鼻子 却什么味道都没闻到 一大早老板就往店里倒水 然后用打火石摩擦出火花 底下的一记把手放进衣巾 切到今晚能刻入云来 一记们浓妆艳抹坐在橱窗里 任由外面的男人观赏挑选 只有店里的三大头牌 才能待在屋子里接待老顾客 九野一直跟在妈妈桑身边学规矩 甚至看见一个一记刚接完课 就上楼走进另一个客人的房间 男人抱着湿搭搭的被子走出房间 客人抱怨一记在床上画地图 妈妈桑连忙弯腰道歉 九野还一头雾水 一记却告诉她 这样才能甩掉烦人的顾客 她把手指伸进油碗 提醒九野等候别忘了涂油 说完就给自己装上满满一瓶 还不等九野适应急缘的生活 妈妈桑就给她取了个一鸣若曦 当晚坐在橱窗里正式营业 才开始工作她就得到个好机会 跟着三大头牌接待规客 一记一个接一个转过身 拉开衣服展示玲珑曲线 他们端坐在地板上 看着客人抽签选人服饰 九重帮若曦整理好衣服 鼓励她好好接待第一个客人 若曦气声声抬起头 看到男人油腻的舔了舔嘴唇 她吓得慌忙后退 竟然拔腿跑出了房间 妈妈桑赶紧叫人去抓若曦 集园的人见惯了逃跑的一记 连一个目光都没投向她 而护卫都是抓人的一把好手 很快就左右拦截抓到了人 若曦一口咬住护卫的手 甩开他们跳进河道里 护也跟着下饺子跳河捞人 最后她还是被抬回了店里 用被子把她裹成春卷 饿个两三天就老实了 七重劝她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她咬住一端解开绳结 然后脱下外衣 叫若曦如何才能取悦客人 连灯泡都被他们捏碎了 九重一直和男学生保持亲密关系 她想向妈妈桑赎身重获自由 男学生口口声声毕业就娶她 从她身上骗了不少钱 九重抬脚揉了揉她的脸 明知道是谎言 也忍不住相信她的甜言蜜语 没见过这么尴尬的同学见面 男人是年轻有为的公子哥 女人却沦落风尘当了妓女 若曦的嘴唇不停颤动 惊讶地盯着对面的男人 公子哥花巨款包下整座青楼 却只是和若曦聊了一整晚 不久后若曦去医院做检查 医生说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她茫然地走在大街上 不知道该打掉还是留下孩子 好姐们劝她赶紧打掉孩子 生下来也只让孩子跟着受罪 第二天警察找到若曦 诬问孩子父亲的下落 原来她偷了钱正被全国通缉 若曦终于下定决心打掉孩子 她捂着剧痛的腹部 抓了栏杆跳进冰冷的河水 水面渐渐染上一层鲜血 等到别人将她救回青楼的时候 若曦已经发高烧昏迷不醒 她的好姐妹也被情人抛弃 自暴自弃 不把身体当回事 她把油倒进客人嘴里 拿起刀想和她一起殉情 客人被她吓了个半死 穿着个兜当布疯狂逃窜 女人追着她跑到大街上 所有人都不敢靠近她两米以内 不抬脚踹翻旁边的摊子 早饭冲上去和她扭打 争执中不小心被划破喉咙 女人顿时也呆愣住了 她看着周围害怕的人们 情绪越发紧张激动 只见她趴下看着地上的金鱼 竟然拿刀割喉自尽了 躺在床上的若曦听见尖叫声 公子哥伸手捂住她的耳朵 轻柔的声音因此一落千丈 可偏偏祸不单行 头白小高也开始不停渴血 她患上了治不好的脏病 已经没有几天好活了 若曦想让小高和弟弟见最后一面 但没人知道她弟弟在哪里 于是他们找到街边卖艺的小提琴手 才知道小高的真正身事 她根本没有在上学的弟弟 也不是落魄贵族家的女儿 只是个被丢在垃圾桶里的孤儿 若曦默默蹲在河边 不明白小高为什么要撒谎 突然背后走来一个熟人 她以前认识的异迹笑得甜蜜 向他们介绍从凉后的丈夫 看见小姐妹过着幸福的生活 若曦心中的郁闷也被冲淡了 没有男人愿意要得脏病的女人 视力眼的妈妈桑抛弃了小高 将若曦捧成青楼的头牌 当晚小高撩起裙子闯进青楼 老妈子连忙上去阻止她 连抱大腿的招数都驶出来了 小高一把推开她回到房间 看见里面堆到屋顶的棉被 这已经是新头牌的屋子了 她愤怒地拿起桌子上的刀 划破棉被 把雪白的棉花扔得到处都是 一记得了脏病只能等死 她在房间里歇斯底里尖叫 若曦瞪大双眼看着这一幕 小高举起柜子上的墓盒 用力扔向抢走她地位的若曦 公子哥立刻拦腰抱起她 把她带到了另一个安全的房间 她走到若曦身边坐下 希望她把房间还给小高 但若曦坚决不同意 她一定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头牌 既然看不惯 老娘也不伺候了 若曦头也不悔地走出房间 她拉开禁闭室的门 看见小高边吐血边发狂 也忍不住这类盈眶 天暗未亮 小高的尸体就被人悄悄抬走 之后公子哥再也没来过青楼 若曦转头就搭上一个新富商 她陪着富商去逛庙会 既然看到丛梁嫁人的好姐妹 又做回了妓女的行业 若曦没有上去和她叙旧 默默转身和富商走了 早上她坐在床边梳妆打扮 富商突然提出要和她结婚 听出她是真心实意想娶自己 若曦扑过去抱住她 委婉地拒绝了她的好意 这天公子哥再次来到青楼 她打开布包拿出一大碟钱 打算替若曦赎身 若曦打断她的深情告白 套留在青楼 成为纪元最有名的头牌 让公子哥认清她作为女人的魅力 原来若曦和公子哥晚上睡觉 从来都是盖着被子纯聊天 就算她脱掉衣服诱惑她 公子哥也只会转过头闭上眼睛 等到樱花盛开的时候 若曦如愿举行了花魁游行 一路上站满了围观群众 她骄傲地养着脑袋 脚下踩着又沉又高的木鸡 一步步走上机园 头牌花魁的位置 这时妈妈桑告诉她 公子哥和家里断绝关系 现在就住在机园里面 若曦穿着华丽的和服一路小跑 终于找到公子哥住的地方 好姐妹放下手里的东西 在门口直接拦住若曦 她警告若曦别来打扰他们 因为公子哥已经爱上了别的女孩 若曦回头的太迟了 之后若曦答应了付上的求婚 他们坐上黄包车刚刚离开 后脚机园就发生了大火 烧光了这里所有的罪恶和悲剧 电影《机园言》上 真实在线了日本机园的故事 通过几个异计的悲怅离合 写明风尘女子充满苦涩的命运